大家好 欢迎来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滤脂 我们之前常常在讨论咖啡的器材 可能有讨论到滤杯的时候 都有讨论到滤杯的流速或是各种特性 其实滤脂是比较多朋友会忽略的一块 他可能觉得说我买了一个滤杯 那可能随便拿一张滤脂来用就可以了 当然以过滤来讲是都可以过滤 但是其实滤脂的效果 对于咖啡的风味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到底该怎么去挑选滤脂 那滤脂的话其实我自己现在 比较常用的有两款 那第一款是这一个KONO的湿脂滤脂 那这款滤脂的话他的流速比较满 那比较能够萃取出咖啡的甜度跟厚实度 而且我觉得他过滤的效果 会让咖啡有一种独特的滑顺感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这张滤脂我自己是蛮常用的 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用的是这一张山羊的 阿巴卡滤脂 麻纤维的滤脂 那这张滤脂他的流速很快 那他可以制造出咖啡的干净度 跟他清爽的风味 所以这张滤脂也是我蛮常用的滤脂 其实基本上我现在最常用的两张 就是阿巴卡跟KONO湿脂这两张 因为这两张滤脂刚好流速一个快 一个慢 那又可以呈现两种不同的风味 那再搭配滤杯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控制的 那其实之前我有很多滤脂 因为我们很多新的滤脂上市之后 我也都有买来拍片 所以对于滤脂的细节有兴趣的朋友 也都可以在我们频道里面搜寻滤脂 就可以看到很多张滤脂的 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像另外三阳这一款 它这个是分焙度的滤脂 它有分浅焙、中焙、深焙 所以如果要把这个功能分得更详细的话 其实三阳这一组滤脂 也可以尝试的去来使用 那像这一组滤脂 它就有比较详细的去解释说 为什么有需要这样分类 因为其实滤脂不只是说 我们刚刚出列讲流速快或慢 其实在它的材质上有差异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有放入麻纤维 就有点不同 那等一下我们这边还有一款是有不织布 不同的这样子的材质 那另外像这个是酒三咖啡上次出的 棉纤维的这样的滤脂 其实材质也会对于过滤出来的效果也有影响 那对于流速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刚才在讲三阳这一款 它除了材质之外 它连密度也都有讲究 不同款的滤脂 它用不同的压纹 或是不同的密度 都会造成过滤效果上的不同 好 那另外 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别 像这个是我比较旧的 用Hurio的这个无漂白的滤脂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滤脂看到都是漂白过滤脂 那无漂白的滤脂其实它的指味 容易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冲煮咖啡冲出来 总是觉得会有一股 特别的不属于咖啡的味道 有点像纸浆木头的味道 其实这有的时候是滤脂上面 它所残留的一个味道 在选择上面的话 像我自己 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用这个漂白过滤脂 比较可以避免掉脂味的问题 那另外像材质上 像这个山羊达巴卡麻纤维滤脂 还有像之前我们有用过 蓝瓶 蓝瓶滤杯专用的那一个滤脂 它是用竹纤维做的 它们都有特别去设计 让纸 比较不会有纸张的味道 那也比较不会去影响到 咖啡的风味 好那我们这个刚才有讲到流速的差异 所以我刚才已经有做一个影片 就是我们用这两张不同的滤脂 然后沖煮同一个咖啡 尽量用同样的蠶数来沖沖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它整个流速的差异 就会有快慢的不同 那因为萃取时间的长跟短 就会造成这个咖啡 整个口感上 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滤脂对于咖啡的风味 会有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就是材质上的不同 也是会让过滤的效果不同 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比较纸的滤脂 它的过滤都是非常干净的 因为我们咖啡里面其实有油脂 但是纸可以把油几乎是完全的滤掉 所以它喝起来的风味是很干净很清爽 但是油脂可以提供给咖啡一个滑顺感 跟一种厚实感 或是比较明显的风味 所以像这一张 山羊阿巴卡的这张绿脂的话 它是有这个 让油脂部分的保留下来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里面喝到一点点油的感觉 那另外像这一张 不织布 不织布的这个材质的话 也是有这样的效果 可以让这一个油稍微保留下来 让整个咖啡的口感喝起来是更滑顺 然后香甜味风味是更明显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选择咖啡滤脂上 其实可以考量了点 还蛮多的 那大家也可以依照你喜爱的风味 去选择滤脂 所以像我们介绍过很多咖啡滤杯 那也有些朋友他觉得说他不想要 买这么多滤杯 然后可能 这个要花很多钱 或者说要很多地方来放这些滤杯 他觉得不是那么方便 那其实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可能就固定用几个滤杯 但是你还多买几款滤脂 那这样子你在换滤脂的时候 又可以给这个滤杯一个新的萃取效果 那这也是喜欢变化咖啡风味的朋友 一个很好的变化方式 好那当我们在实际使用这个滤脂的时候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放滤脂会比较好 那我们在放滤脂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一点是 像我们一般这种就是 V型的滤杯搭配的滤脂 会有侧面会有一边 是有个压纹压线的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压线把它先折起来 好折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我自己会习惯在屁股这边 尖端这边把它捏一下 捏一下之后 它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的收回去 它就比较可以保持这个形状 如果我们刚没有捏的时候 可能你一打开 它马上就收回去 等一下我们不好折不好放 所以我们折好侧边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下面尖端这边捏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圆锥形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我们放进滤杯 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好像浮在滤杯上的 并不是很完整的浮提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滤子尽量的往下压 尽量往下压 那你会发现滤子会翘起来 那翘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有这一个压线的地方 我们再把多的部分 再把它顺着这个纹路压下去折起来 那它就会是一个比较 能够是在一个服贴的状况 因为这个滤杯我们实际上等一下在这个冲水之后 它整个滤子会往下沉 那沉下去之后 如果你原本的折线 是在没有沉下去的位置的话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这个滤子怎么越冲 越往下走 然后它本来服贴的地方就翘起来了 就让这个滤子没有服贴住滤杯 那我们在这个直接在放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先把它压到底的话 就可以避免掉说一边冲阻 然后滤子一边下沉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如果没有要先冲湿滤子的状况 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折 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我们要先冲湿滤子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边把滤子冲湿 然后一边让它去服贴在滤杯上 那一样也是要稍微的有点往下压 那这样子让滤子跟滤杯可以直接固定在一个 最下方已经固定住的位置 才不会冲湿到一半的时候 滤子又跑掉了 又变形了 好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 要不要先冲湿滤子 主要是看说你有没有办法 让滤子服贴滤杯 那当然有些人冲湿滤子的原因 是因为像如果你尤其用 这种无漂白的 纸味很重的滤子的话 可以像是一个冲洗的效果 把纸味先冲洗掉 但是像我自己现在在用的这几款漂白滤子 我觉得那个纸味都很低 几乎不影响咖啡 所以我就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冲洗滤子 但是冲洗滤子的好处是 它可以让纸先软化 那我们就可以更确定说 它有没有服贴在滤杯上 所以冲洗滤子的话 其实当然它有去味道的好处 也有固定位置的好处 但是就是要多一道程序 而且你要记得把那个水倒掉 那如果你已经很习惯这个滤杯 像V60我很常用 我大概都知道说 你折到什么位置 它会刚好服贴的话 其实你直接折 那你只要使用上过程当中 滤子没有明显的翘起来变形 都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说 要让它服贴不要翘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的滤杯里面 其实设计了很多的肋骨 那这些肋骨 它会把滤子支撑起来 那这些肋骨的长短 深浅高低 都有它的用意在的 都会影响到我们萃取时候的流速 跟整个咖啡萃取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滤子 如果服贴在这个肋骨上的时候 它才能够 才能够把这个肋骨的设计 去把它发挥出来 那如果我们的滤子是整个翘起来 离开肋骨的 它其实就没有办法发挥出这个肋骨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希望滤子能够很好的服贴滤杯的用意 就是在说这个滤杯的设计 它才能够很好的去把它展现出来 那我们所谓的服贴 当然是由这个肋骨把滤子撑起来 然后这个滤子是服贴在肋骨上 并不是让它整个去贴在杯壁上 因为如果贴在杯壁上的话 其实就没有肋骨撑起来的效果了 所以我们希望的位置是 滤子是服贴在肋骨上的 让它撑出一个距离 不是直接贴在杯壁上 那除非是有一些不同设计 像扣弄的滤杯 或是没有肋骨设计的滤杯 那当然我们才是让它直接的贴在杯壁上 像我们之前用过像冰桶 或者像是鼓滤杯 它是属于凹下去的设计 那凹下去的设计 反而你要注意的是那些滤子 你不要让它陷到沟槽里面了 所以它要注意的反而是 你要维持它沟槽的顺畅 那其他部分的滤子是很好的贴在杯壁上 好那这是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所聊的 其实咖啡的滤子 也可以让咖啡的风味 有很多的不同跟变化 那我们这些滤子 其实都有单独拍过影片 更详细的介绍它的特性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在我们频道里面搜寻滤子 就可以看到这些滤子介绍的影片 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咖啡滤子我自己的一些使用的心得 那之后我们会有更多咖啡分享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